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幅名为《神灯》的作品 创作这幅版画的就是奈曼版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乌兰巴拉 乌兰巴拉和版画的缘分是从童年开始的 启蒙老师就是他的父亲保石柱 保石柱 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家 同时也是奈曼版画创作的先驱者 奈曼齐王府博物馆至今收藏着他 依据图片创作的大型移宿收租院 108个人物形象被他塑造得栩栩如生 唯妙唯肖 保石柱走上艺术之路的过程充满了艰辛 因家境贫寒 一开始他只能在寺庙里学习绘画 但凭着聪盈与刻苦 很快他就显露出了超群的才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保石柱被安排到了奈曼齐文化馆工作 在乌兰巴拉的记忆中 父亲是慈父 但更是严师 正是在父亲的尊尊教诲下 乌兰巴拉正是走上了版画的创作道路 对我父亲来讲的话 对我们自己是非常严格的 你画得再好不得说 画得他满意了 轻轻地一笑 证明你这画就成功了 奈曼版画最大的魅力 就是可以运用版画的刀法木位之美 来展现家乡的淳朴民风 记录家乡的发展变迁 乌兰巴拉经常会鼓励自己的徒弟 将家乡独特的自然美景融入版画的创作之中 奈曼怪柳是大自然特别的馈赠 随四季变幻显示出不同的美感 春夏时绿意盎然 秋冬时苍凉肃木 徒弟王秀春在老师乌兰巴拉的指导下 将怪柳的姿态刻画得行神兼备 苍净有力 只有融入了对艺术真正的热爱 才会产生最纯粹的作品 也才能打动更多的人 这样的赤子之心 同样传承到了奈曼孩子们的心中 奈曼的很多学校都已将版画创作引入课堂 并定期邀请名师对学生们进行指导 清澈的眼神映出的是孩子们对于艺术的渴求 指尖的触碰 传递的是手艺人对于匠心的坚守与传承 在奈曼其政府支持下创立的 中国奈曼版画创作培训基地 以成功将版画打造成为奈曼的一张城市名片 在不断的传承与创新中 奈曼版画立足当代走向世界 除了版画 这种现实与艺术相结合的方式 还被奈曼其乌兰木齐艺术团融入到歌舞创作中 舞剧《绿之魂》就生动地在现了奈曼人民 与茫茫沙海相抗争的场景 奈曼人把对这片土地的深情眷恋融入到创作中 他们用艺术向世人讲述着奈曼的往昔与未来 也传递着这个城市的情怀与温度